我发现看评论区的评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除了一些极端恶意评论之外 就师论事的批判我的评论 我都可以留在评论区里 正所谓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意义 今天给大家精选几个 我觉得有意思的评论 第一条ID叫夏天的网友 看不惯我 留下了四个字的经典评论 法棍而已 我看到这个评论愣了两秒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是想说送棍 法棍不是面包吗 这个梗太经典了 可以承包我今年一整年的笑点 我觉得这个梗拿到脱口秀大会上都够用了 第二个ID叫大汉武帝的网友评论 又一个想被网爆而走红的人 网爆律师 你还别说 何律师我真有点小期待 近年上海人格权纠纷案件 一个案件判起来精神损害 抚慰金2000 律师费1500 差不多了 骂得够凶还能赠送行政拘留套餐 我那正愁拍视频没素材 希望哪位热心网友尽快组织一下 如果对网爆我的流程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私信咨询我 第三条 网名为明星319102的网友 评论 拉黑你犯法不 不犯法 但是在你拉黑我之前 我就已经把你拉黑了 第四条 网名为 孤帆援引的网友 评论 不要动不动 就觉得别人没听懂 没听懂是你说的不够清楚 不然罗翔教那么多小白怎么就懂呢 对此我的评价是 你以为你听罗翔老师的课听懂了 其实你听了个寂寞 你要是不相信 我现在就拿一套 罗翔老师的刑法题给你试试 你要能做得出来 何律师我倒立洗头 你那不叫听课听懂了 你那只是听段子听懂了 第五条 名为 罪海孤舟的网友 评论 看了想骂你 怕又骂不过你 为这位名叫 罪海孤舟的网友点赞 很冷静 很克制 第六条 名为 还是原来的少年的网友 评论 求你不要当律师了 对啥 何律师评价是 你就这么打几个字 太没诚意了 你诚恳的求求我 说不定我会考虑一下 第七条 名为 卡尔森的网友评论 在港片里面 你应该是属于被告方律师 何律师觉得吧 当港片里的被告方律师 也没什么不好的 律师费不少收 尽头还少 港片里 被告方律师作为配角 也不用像港片里面的主角一样 经历各种 曲折离奇的情节 我那一直很喜欢 港片里的一个剧情 就是被告方的律师 当着主角团的面 把反派从警局里保释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代理刑事案件 为当事人成功办理 取保候选的时候 看到当事人走出看守所 恢复自由的那一刻 和家属们喜悦之情 异于言表 我那 作为辩护律师 内心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也是难以形容的 这也是为什么 刑事辩护不好做 不赚钱 但我还是依然坚持 做刑事辩护的原因 所以嘛 当被告律师 也没什么不好的 好了 今天的读评论环节 到此为止 点点关注 我是何律师 我们下次再见